人家說啦,人家不是中國人,人家台湾膩子 不歡迎喔 人家吃餃子吃的任何的,非得過來給我添堵 童福酒店堅持一個中國 自稱台湾膩子都滾蛋喔 童福酒店不及待,不用上我的門口來吃喔 你是台灣人,可以,中國台灣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剛剛各位看到的影片 是一間在非洲星巴威開的中餐館 那其中這個中餐館的老闆娘就是個小粉紅 其實做久了這種節目 會覺得這種事情蠻無聊的 整天分享小粉紅的這些迫事 講來講去四年都這個套路嘛 只是這個小粉紅每年的素質啊 每況愈下 現在就找一個水餃拍 然後自說自話 連台灣顧客你都沒拍到 你連自己的臉都沒在裡面編故事嘛 我發現很多中國所謂的電影解說 也都會看圖,看影片,看片段 然後亂講解故事 剛剛大家看的其實也不例外 誰知道有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再說台灣人在非洲 尤其是星巴威的比例 是比較少的 少非常多 基本上在非洲遇到的亞洲面孔 現在多數都是中共國人 就如你們說的啊 在中國有台商 所以中國的經濟發達 也是難怪現在台商都撤去越南了 撤去印度了 越南經濟比中國強了 一樣的概念嘛 因為非洲比中國發達 所以在非洲有非常多的中國商家 就連這個女子也不例外 跑去非洲發大財 你們還花大筆的錢跟補助金 請非洲人來中國讀書 然後再回非洲創業 讚囉 即便這個事情啊 即便真的是有所謂的台灣女子 去了他這家店 然後你把他講出來 我覺得確實也是無聊自己啊 吃個東西 分哪裡人 哪裡人 人家又沒有在你的店大鬧 在那邊說 台灣獨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然後再揮那個 青天白日滿地旗 如果他在你的地盤 這麼做了 喔 你拍片出來 我覺得沒話說嘛 他不尊重你這家店的規矩嘛 但今天人家只是吃個東西 你問人家哪裡人 他講出他心中的自我認同 自我歸屬 確實也是嘛 台灣就台灣嘛 即便你要把我們的護照拿出來 那我頂多說 我是中華民國台灣人 這邊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華獨派 那你是台北人 六都的人 你出去 你不能講你是台灣人 你必須得講 你是中華民國台北人 中華民國新北人 因為這是這個 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嘛 六都跟台灣省是同級的 那如果像是這個花蓮縣 宜蘭縣的話 我們就是台灣省人 只是通常現在根本就沒有 所謂省的概念 因為中華民國的領土就剩這樣 你還在分省 那是覺得很荒謬嘛 所以現在 所謂的動省了 對吧 但不管 台灣有沒有省 中華民國有沒有省 這個省 都不等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概念 分清楚 而為什麼我們要 摒棄省 或是其他這些概念 慢慢要摒棄掉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會這樣去吃我們豆腐 對吧 話說回來 吃個水餃 還要分哪裡人 你們人生不累嗎 再說啦 你的餐廳是米其林三星 還是非事不可的百年老店 事後 老闆娘還特別出面回應 啊 我剛睡醒啊 睡眼心鬆的 這個 蓬頭垢面的 也沒開啥美機啊 啊 就來簡單分享一下吧 我是被這個台灣顧客 氣到睡不著啊 我們稍微來看這段影片啊 出去的時候好多人都是 這個影片很長很長很長啊 反正他主要是講他很生氣啊 然後影片剛發出來的時候 被很多中國網友痛罵 但現在大家去看啊 已經被控屏了 已經被介入了 他跟這個電玩科技也可以一樣 把不認同他的留言全部都給刪了 所以你一直看得到支持他的 所以呢 很多人現在過去看 會覺得說 哦 原來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這個女生的發言 果然都是一個黨底下的產物 都這樣來實現自我欺騙 大家都眾志成成的愛黨愛國 真是太無聊啦 為了這種事情睡不著 玻璃心有腦羞 比起許多中國人在非洲被亂S 被亂綁 要不要拍片呼籲一下呢 你應該才要為了這種事情而睡不著對吧 而中國大媽不僅在海外丟臉作亂 在他們自己的國內 更是無法無天 我之前看到很多直接霸佔斑馬線 跟馬路中央 跳廣場舞的大媽團影片 不少耶 他們還會組團去圍毆 想要過路的汽機車 還有要過斑馬線的行人 不讓過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最新中國大媽鬧事的影片 哎哎哎哎 不要哎 你們不要揪花好不好 我是這邊管你的 你知道嗎 原來你們這樣揪呢 不行 這是這個地方 我們是旅遊景區 這是供大家欣賞的 你們要這樣揪的話 怎麼辦 我們想揪就揪 跟你有什麼關係 對啊 我小弟就揪 跟你有什麼關係 這個阿姨啊 是大姨啊 你也不能這樣 你看他畢業掉的 打的啊 揪打的啊 你說幹嘛吃的 不是幹啥事 你別吵啊 我們能不能變吵啊 我還怕你們吵 誰叫你吵了 那是吵嗎 剛安我們就這樣啊 都是一朵花啊 打的啊 都會接受 不是多管你 我就是管區的管理員員 要不然我給你們錄下來 我跟你說 我給你們 你說話你 你也錄什麼話你 你說什麼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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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我嗎 別人聽到 他都拿手機拍了 不你們不能破壞這個 對不對 不就是我們關鍵市議長 要以後你們這數字怎麼這麼差 我吃瓜不吃瓜不住啊 我還少花錢了 越說越故意 路邊的野花就不要踩 這個中國大媽碰瓷演戲啊 那我試真的是世界局勢文明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裡面真的是越說越故意 通常只有小孩子才會越說越故意 可見這群小孩長大了 但是內在並沒有長大 長大了只是他們的外交 那我覺得這個就很好笑嘛 中共底下養了這麼一群蠻橫不講理的人 但是這些蠻橫不講理的人 只會對自己同個階層的人這麼做 甚至比自己低階層的人這麼做 你遇到比自己高層一點的趙家人 你一生屁都不敢放 那大媽的這個底層互相破壞的行為 跟我現在要講的事情 我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在四川發生了一件事情 當地的城管亂S了一名小攤販 引起了公憤 周邊的居民把城管跟警察圍得水泄不通 直到晚上九點多 當地的公安局長跟地方市委書記到場 大聲喊話 雖然到場的喊話也不是試圖安撫民眾 還是高高在上那樣 我是官耶 你們這些屁民叫什麼 這種態度 就跟最近那個 最近我們台灣某個縣市的那個領導人是一樣的齁 事後警方啊試圖把這個貪犯押走 但民眾依然大逼的上去阻止警察 把人搶回來 換句小粉紅說的話 這群人就是暴徒支持警察 對吧 這群人在搞川毒跟香港台灣勾結 台灣人看一下 四川 當地的人民已經知道要站出來 保衛被亂打 沒有法源依據亂打的小攤販 這個時候我們台灣人還在吵警察可以暴力吃飯 2020年全美遊行檢討警方 據我幾年的觀察 中國人不是不敢反抗趙家人 而是目前反抗的成本代價太高 而回報太低 但是我們現在看這個情況啊 有慢慢在往這個村委書記啊 村幹部啊 然後地方市委書記 這種level的等級在慢慢往上升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機會是 中共自己做死 可能跟這個台美日韓之間有衝突 那這個代價的回報 可能就可以讓中共倒台 那到時候我相信啊 站出來的中國人絕對比現在 甚至比8964站出來的中國人 還高出非常多 而中共黨員啊 如果知道局勢已經無法挽回了 一些想要洗清罪名的趙家人啊 肯定也會倒戈站在民眾這邊 從內部瓦解中共 其實要瓦解中共 最關鍵最重要的就是缺一不可 外部 黨外 這個民間勢力 這個所謂的你們的境外勢力 最重要的中共內部要鬥 要去瓦解 有人願意民主化轉型 這三者缺一不可 所以大家都在往這三方努力 那最難掌控的就是趙家人這邊 那如果當時的中共已經 岌岌可為了 那這些人啊 他們知道他們可能 倒台之後會被這個轉型正義 那他們就會跟歐美談判 你讓我們在這個 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先掌權 我們願意讓中國民主化 那換來的代價就是 你們要確保我們的安全 我們不用被轉型正義 那這個事情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中共快倒台的時候啊 批鬥跟打倒中共最大的力量 絕對就是中國人民 而且那個仇恨的程度啊 不用我說了 七十幾年的恩恩怨怨一次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些中國大媽 明顯就是底層互害的那類人 而我現在分享的 四川人民會去跟城醫管會去 跟警察會去跟市委書記去抗爭 這兩個性質是差非常多的 我在五月份說過了 當時幾乎天天可以看到惡性事件 對吧 現在六月份了齁 我就每天都有看李老師的推特 真的發現中國每天拿刀啊 開車啊 或是拿棍棒啊 去S人的比例越來越多了 當然啦 裡面有這個情感的問題啊 同儕之間啊 但更多的是什麼 S老闆啊 S村幹部啊 S街道辦書記啊 他們的共同性質都是什麼 下對上 那這個事情沒有得到緩解跟改善 而是越來越多 那這個多數都不是當下情緒失控 而這麼做 是明知而為之 那這樣就不一樣了齁 什麼原因讓他們在理性可以判斷的狀況之下 依然做出這樣的行為 雖然客觀上來說是不對的 但是比起他們長期的苦難 家裡被強拆 薪水被拖欠好幾個月 公安不處理 施案還幫忙打壓 法院不受理 維權被解放 還在網路上的一言一行都要被監控 然後還要被監視 你說在一個以領導看法為法律的國家 人民得不到身杖正義 他能做什麼 當我們台灣人今天在中國 我們身在中國 遇到這些不幸的事情 我們不能上網講話 我們不能找立委議員幫你 公安城管總管會S你 動不動就三鐵封號 你發個外網求助 你馬上就是勾結境外勢力 然後還被村委書記被村幹部陷害 因為他想要搶走你家的土地 所以他栽贓你讓你入獄 如果台灣人 我們也遇到這種遭遇 我們生活在中國 我們會默默地認栽一輩子當礦物 還是會站出來反抗 那站出來反抗的代價是 其他人也願意站出來反抗嗎 如果其他人不願意站出來反抗 那你這個行為就是 你S的那些村幹步驟就換你S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人還是選擇默默地低頭 等到中共快垮台的那一刻我再站出來 或是你認為S城管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沒有資格 笑中國人不敢站出來 因為我們今天換成他的立場 我相信多數的台灣人也是不敢站出來 不要跟我扯什麼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 那些也都是李登輝當政 那個時候不是李登輝當政 是像中共趙家人那樣的性格的人 在台灣當政 你覺得軍隊會不會聽他的話 會嘛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是黨國體制 會不會當時的野百合學運 在台灣是一場台灣版的8964 非常有這個可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的訂閱 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89下次見啦 掰